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轴距要长 轴距越长稳定性越好 在骑驱的高海拔山路上一定要开一辆稳定性能好的车 本身在高海拔人就容易出现眩晕呕吐等不适感 如果这种情况你的汽车还不稳定 那坐着汽车就不是方便而是受罪了 所以一定要选择轴距长的车 第三要选择藏区爆量高的车 什么超级跑车和车型太新没有普及的车就不要开去西藏了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满拉萨找地方修都找不到 第四个就是最好选个越野车 实在不行就选个体积大又稳重的都市越野车 也就是SUV 山路不好走 如果自驾行的朋友们想去一些风光好 主干道覆盖不到的区域 那你的越野车就派上用场了 小编推荐去西藏的朋友 依照以上四个原则去选择车辆 不过有很多自驾进藏的旅客 对三菱或者丰田的越野车都反省不错 车友们可以尝试一步